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范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监狱风云系列 本期带来的是1992年樊少皇主演的《立王》 这也成了他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故事背景发生在2001年 当时监狱就像停车场一样 被私人承包下来做生意 这天,一辆球车缓缓驶入监狱 这个留着长发的就是电影的主角《赫立王》 他因严重伤人,其谋杀罪被判入狱十年 可刚进来,金属探测器就发出了警报 玉景以为《立王》的身上藏了武器 可经过X光仪照才知道 他身体里有五颗子弹没有取出来 玉景问他为什么不取出来 可《立王》却回答,留个纪念 这一切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立王》本来叫阿丽 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力大如牛 善鬼叔叔就将他改名《立王》 多年之后,两人再次相见 善鬼叔叔于是指导他运气 教他硬气功 很快,《立王》的硬气功便有小成 他也明白蛮力不可取 要懂得灵活运用力量 才能保护自己,收发自如 虽然《立王》武功高强 但是他知道习武之人 不能势强凌弱 所以很少出手 但没想到高三这年 女朋友盈盈 因为看见关刀的手下卖药 结果被抓了回去 情急之下,他跑到天台 失足摔死 看见女友的尸体后 《立王》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他找到了关刀 关刀连续开了五枪 《立王》都没死 最后一拳打死了他 之后就被抓到了这个监狱 监狱里面最大的是所长和副所长 下面就是狱警 这里一共分四个舱 分别是东西南北 由四大天王 每人负责一个大舱 而《立王》就被分到了北舱 第二天,监狱里一个叫老马的正在刷牙 山猫进来 就叫小弟把他打了一顿 他仗着自己是北舱的组长 经常欺负人 本来老马就快假事了 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可山猫实在是欺人太甚 还把他给儿子准备的礼物给弄坏了 老马实在是忍无可忍 拿个袍子向山猫冲了过去 却被山猫一把夺了过来 反手消去了老马的鼻子 这一切都被《立王》看在眼里 就在山猫离开之时 他故意绊倒山猫 害得他眼睛插到了钉子上 这一下 两人的梁子算结下了 小弟肥雪建议 放大笨象出来 干掉《立王》 山猫觉得是个好主意 于是用钱贿赂预警 将他放了出来 这个大笨象名如其人 看起来像大象一般 他誓吃如命 山猫用三十斤饭贿赂他 要他干掉《立王》 大笨象力大无穷 一拳就把《立王》打飞老远 可《立王》精通硬急功 反手打穿了大笨象的肚子 随后又将山猫给当场干死 这副身手 在监狱里实属罕见 预警们都不敢上前 可刚回到牢房 《立王》就露出了痛苦的真情 刚刚那一拳对他来说 并不是没有伤害 他只能不停地呼吸吐纳 凝聚真气 来缓解身上的疼痛 第二天 《立王》被带到了 副所长毒眼蛇的办公室 昨天的事 他早已知晓 毒眼蛇认为 《立王》肯定是某个组织派来的卧底 对他用了一番酷刑后 《立王》没有再做忍耐 一张打翻的桌子 随后更是用一记拳风 震得毒眼龙流出两行鼻血 另一边 山猫的小弟光头 被一群人围住 原来之前老马的事 是他偷偷打的小报告 这种做法被大家所不耻 为首的阿广决定执行家法 但是北苍天王阿海却出面阻止 因为在这里只有他可以执行家法 并且表示这次就算了 放了光头 但这一做法让阿广觉得不公平 每次都算了 那还要家法干嘛 可没想到这番话激怒了阿海 他直接拿刀砍在了阿广的脸上 毒眼蛇看到后觉得很满意 他要用阿广当诱饵 引丽王出手 随后交给阿海一把刀 要他用这把刀杀了丽王 以震慑其他犯人 第二天 阿广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上 而丽王果然赶了过来 随后阿海同丽王打了起来 一开始丽王并不还手 只是被动地挨打 因为他希望阿海把阿广给放了 再动手也不值 可阿海却说自己执行家法 不需要他来多管闲事 听到这番话 丽王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可阿海去耍阴招 用玻璃粉弄伤了丽王的眼睛 丽王看不见 随后阿海趁机挑断了他的手巾 本以为丽王再也没有战斗力了 没想到他直接打破下水道的水管 把眼睛里的玻璃粉给洗干净了 随后他又徒手把手巾接好 这一下阿海再也不是他的对手 被丽王一拳打碎了头骨 当场就死了 可当丽王把阿广救下来时 才发现他也已经没了呼吸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毒眼蛇 犯人们群情激愤 准备一起杀掉毒眼蛇 可他根本不慌 其他三大苍的天王齐齐出现 分别是西苍的黄泉 东苍的泰山 还有南苍的白神 丽王知道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 再斗下去也是徒僧伤忙 况且对面几大天王也不是小角色 所以他遣散了犯人们 背着阿广的尸体回去了 旁边的雅伯一直看着这一切 他是阿海的干儿子 之后丽王和他走得很近 对其兆夫有加 丽王也从雅伯这里了解到 西苍那边一直在秘密种植英素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三大天王决定让雅伯去刺杀丽王 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雅伯自然不肯干这种事 于是就在当晚 黄泉直接把他剥皮抽筋 丢到了外面 这一下彻底惹怒了丽王 他一把火烧了西苍的英素园 黄泉看到后整个人都疯了 这简直就是要他的命 丽王烧了他的命根子 他要丽王用命来赔 黄泉练的是邪门功夫 他点了丽王心脏的死穴 但他想不到 丽王练的是应急功 没一会儿就好了 此时其他两个天王也赶了过来 三人合力制住了丽王 随后毒眼蛇将其关在密室之内 灌住水泥 封住了他 不过他没有杀丽王 因为所长今天要回来 这个所长比起毒眼蛇来说 更加的嚣张跋扈 对待犯人就像对待猪狗一般 稍有不高兴 就戳爆一个犯人的眼睛 他一听到英素园被烧了 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对待丽王 他自然没有好脸色 可丽王等的也就是这个时机 他一把抓住所长 可泰山突然冲了出来 他是四大天王中最能打的 毒眼蛇觉得 丽王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一开始 丽王也是被压着打 可随后 他直接一拳打穿了泰山的下巴 接着又把他的左手打到粉碎 眼看丽王如此难对付 所长就想把他压成肉饼 可最后时刻 丽王破牢而出 而泰山就被压扁了 第二天 所长及其所有犯人 在操场挖了一个深坑 准备活埋丽王 毕竟像他这种刺头 多活一天 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隐患 他要犯人每人铲一桥土到坑里 如果有不干的 直接当场射杀 如今形势比人强 其他犯人也只能照做 很快 丽王就被埋进了土里 不过 毒眼蛇给他留了一根管子通气 本以为丽王必死无疑 可没想到 他的硬气功是个bug 怎么都死不了 七天之后 丽王被挖了出来 虽然看起来有点虚弱 可显然没有什么大碍 就在这时 黄泉出现 一脚将他踹晕 被水泼醒后 丽王发现自己被锁在一堆钢筋之内 所长问他 是不是上面派他来查鸦片的事 可经过一顿毒打 丽王就是不肯吐露半个字 其实他不知道 丽王就是单纯的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所长看问不出什么 只好将丽王锁起来 想着慢慢折磨他 然后问出秘密 欲有阿发看见丽王没饭吃 好心地送来一碗饭 可没想到光头再次告密 毒眼蛇二话没说 杀了阿发 还准备给丽王一个惊喜 谁知丽王早就挣脱了锁链 躲在了房顶 他一拳干爆了光头的脑袋 而毒眼蛇也被犯人们砍断了一只手 狱警们全副武装 准备迎接暴动 可没想到丽王武功高强 一个人就打着他们不敢动弹 而另一边所长还毫不知情 正在检查厨房 他要求以后把菜量减半 犯人只要饿不死就行 可没想到下一秒 丽王带着毒眼蛇冲了进来 他们开始的最终决战 毒眼蛇作为炮灰 第一个领了盒饭 而且是炸得粉身碎骨而死 随后便是黄泉和白神相继登场 丽王虽然十分能打 但是他们两个也不是擅长 一时间三人打得难守难分 黄泉腿功了得 连续出腿 打得丽王节节败退 不过丽王还是找准机会 顺势将黄泉的腿插进了高温的水箱中 黄泉疼得大叫 随后丽王一拳将他的腿打断 又废了他的双手 剑壮白神吓得准备离开 却被所长一枪干掉 不过所长看起来丝毫不慌的样子 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所长和丽王失出同门 而且似乎功夫更高 眼见他的身体突然变异 变成了一个人高马大的肌肉怪物 丽王卯足了劲 可对所长一点用没有 反而被一拳打飞出去 所长说道 他苦练的应急功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两人是同一师门 这时 丽王想起来善鬼叔叔说过 以刚至柔 以柔克刚 随后就将所长举起来丢进了搅拌机里 在外面 犯人和狱警们打得正欢 突然 丽王拿着所长的头出来 叫大家别打了 最后 丽王一拳将监狱的墙壁打出了一个大洞 在犯人们的高呼中 电影就此结束 记得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 不过那个时候 被各种血腥场面给吓得不轻 丽王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 虽然拍得很夸张 丽王像超级赛亚人一样猛 但是依旧不影响丽王在香港cut片的地位 以至于很多人就算没看过 但是多少都听过丽王这个名字 也是由于他的大火 甚至后面还出了几部续集 不过是除了名字和主角以外 其他毫无关系的电影 真的是直呼牛逼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